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 却将来之不易地录取通知书柔作一团 爸爸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 爸爸听了气地摔倒在地 他无力地挥舞着手臂 在石娃七岁那年 家里因为供不起他和姐姐上学 于是爸爸拿来一个铁烧 爸没本事 只能供一个 勺把转到谁谁就去上学 随着勺子慢慢停下 最终勺把指向了石娃 还不懂事地他高兴地跳了起来 姐姐虽然很失落但也没说什么 她知道因为妈妈走得早 爸爸平时很辛苦 于是连夜为石娃赶做了一双星星 临走前还塞给他两个蒸馍在路上吃 姐姐看着石娃上学的身影 眼里是说不出的羡慕与心酸 他们走到一条河边 爸爸怕石娃把新鞋弄脏 于是让他把鞋脱了挂在脖子上 等到了学校再穿 河面很宽但河水不深 石娃慢慢地蹚过河走到了对岸 爸爸在身后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 谁知刚上学第一天 石娃就因为穿了开裆裤被同学笑话 大家围着他蹦蹦跳跳 幸好女童桌帮他捡了位 同学们一哄而散 石娃因此对女童桌心疼感激 第二天姐姐帮石娃缝好了开裆裤 又捡了很多圆纸片 串成串挂在石娃脖子上 让她把学会的字写在上面 天天看就忘不了 上学路上最怕下雨 下雨和水就会长高 这天石娃在过河时遇到了帮助她的女童桌 看着暴涨的河水 两个孩子都有些犹豫 石娃鼓足勇气带头先走了下去 女童桌这才放心地跟在后面 走着走着河水就摸过了腰 一声为响吓得石娃停下脚 转过头一看 女童桌早已不见踪影 只有一把花伞孤零零地飘在水面上 石娃吓得急忙往家跑 浑身颤抖地躲在角落里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当她再见到女童桌时 善良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石娃忍不住哭了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给她幼小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从此石娃就不敢再过河去上学了 她白天出门 到点就假装放学回家 一连逃了三天课 很快学校就通知了爸爸 爸爸恨铁不成钢 把石娃狠狠揍了一顿 姐姐心疼地在门外劝爸爸不要打 她让石娃赶紧给爸爸认错 可即使屁股都肿了 石娃也没喊一声 直到爸爸问她 你对得起了解吗 爸爸的话让石娃愧疚地哭了解 第二天石娃一瘸一拐地去上学 因为对那条河的恐惧 她在路上不停找借口不想上学 一会儿说脚扎刺了 一会儿说肚子疼 见爸爸没有理会 她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很快他们就来到河边 虽然河水已经退了 但她心里还是害怕 石娃小心翼翼地下水 可没走几步就停了下来 回头看着一脸严肃的爸爸 石娃大吼一声为自己壮胆 她不起勇气朝对岸跑去 可她刚跑出几步就又停了下来 心里的恐惧让她大哭起来 这时爸爸默默走到她面前 她弯下腰将石娃背了起来 爸爸用宽厚的脊梁 帮石娃拖起了求学之路 从此她便再没逃过学 很快石娃要上初中开始住校了 可高傲的学费又成了爸爸的心地 她是个庄稼人 学费都是地里的粮食丰收后 卖了钱才能交 可如今30块的学费 对家里来说就是天价 学校的条件很艰苦 教室里停电他们就点阿住 冬天的宿舍很冷 同学们想要吃口馒头 结果馒头被冻得像块石头 大家就用热水泡开了再吃 石娃还要打闹一会儿 这样就没那么冷了 这天石娃的姐姐来学校看她 她把学费交给石娃 还得她带了热腾腾的包子 妈妈走得走 姐姐就像妈妈一样疼爱着石娃 看着本该上学的姐姐 石娃忍不住 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 我一直觉得爸有点偏心 你胡说啥呀 就是让我上学 不让你上 让你拉水 做饭 向你干活 要让你上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 姐姐听完红着眼睛低下了头 姐 你咋了 姐没啥 石娃的话让姐姐倍感温暖 机场这么大 别人对姐说过这样的话 她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就算当年那把勺子指的是自己 她依然会把上学的机会让给石娃 姐姐嘱咐石娃要理解爸爸 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 要多记爸爸的好 看到石娃回宿舍和同学打成一篇 姐姐心里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等到石娃周末回到家 发现门上贴着大红喜字 她意识到不对劲 姐 我姐呢 吓人了 石娃这才知道自己的学费 竟然是姐姐的财 你和这门亲事 全村上上下下 老老少少 那都说好 合适 连老四个 你咋不把你过去加过去 哎 啥话呢 石娃愤怒地朝父亲喊 我恨你 把这话来 要打打你吗 别打我吧 石娃跑到村口 却也追不上迎亲的队伍 可即便能追上她又能改变什么 姐姐走后 家里就剩下父子俩 石娃要一边学习 一边承担家里的部分家务 活面的时候不是面多了 就是水多了 干了 加水 又吸了 加面 又干了 最后父子俩只好喝起了面汤 虽然石娃不会做家务 但在学习上却一直很客户 她每次都能考年纪低 张老师看到石娃的化学天赋 便让她报名参加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 还帮她垫付了报名费 不要 不要 要不是给你 张老师知道石娃自尊心强 于是让她给自己打了欠条 等石娃走后 张老师的钢笔突然不出墨水 于是她顺手就拿起欠条擦了钢 然后当废纸扔掉 在张老师的辅导下 石娃最终在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 拿下了甘肃赛区的第一名 学校为她举办表彰大会 校长让石娃发表获奖改变 石娃向校长和老师们深深鞠躬 却不知该讲些什么 张老师让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石娃说出了对姐姐的心疼和愧疚 爸爸看着石娃的获奖证书擦了又擦 毕竟沧桑的脸上满是掩不住的骄傲 回去的路上爸爸开心地向着孩子 逢人就夸石娃有出息 石娃得了个奖 还有强国的奖 石娃的奖就是我这一套奖打出来的嘛 石娃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姐姐 姐姐也替她感到高兴 可是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总找苦命远 爸爸再一次干农活时不小心摔断了毒 躺在家里不能动态 石娃详情两天假照顾爸爸 可爸爸不想因为自己耽误石娃的功课 石娃剑拗不过 便给爸爸留下吃的然后上学去了 课堂上石娃的铅笔心突然断了 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 她慌忙收拾书包跟老师请假 等她赶到家时 爸爸已经中风说不出话 村民们一起抬着爸爸送到医院 这才捡回一条命 可她半个身子却成了瘫痪 吃饭时连勺子都拿不稳 半天都吃不到嘴 爸爸一时无法接受 伸手打扛了桌上的饭菜 石娃听见声响冲进了屋 她默默收拾着地上的碎片 从此以后石娃不再住小 不管刮风下雨 石娃一放学就往家跑 一边为爸爸吃饭喝药 一边还要兼布学业 尽管每天都很辛苦 但石娃的功课却丝毫没有落下 她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大学 张老师亲自给她送录取通知书 这可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村民们敲锣打鼓来石娃家里庆祝 爸爸在人群中笑得很开心 看着爸爸石娃脸上却渐渐没了笑容 学校离村子一百多里路 她去上师范 爸爸怎么办 她放不下爸爸 也放不下上学 石娃落寞地离开人群 满脸愁容地坐在外面 张老师跟了出来 她告诉石娃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试试朗诵古诗词 大江东去浪淘界 千古风流人物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诗中的豪情壮志让石娃的愁绪一扫而空 第二天她跑去姐姐家报喜 姐姐拿出刚做好的新鞋 让石娃上学的时候穿 这场景就跟石娃第一次上学时一样 爸爸一个人在家 他拖着半边身子生火做饭 却不小心让火星引燃了身边的麦感 幸好村里人及时发现将她抬了出来 她本想证明可以一个人生火 却差点把厨房烧了 爸爸坐在村口等着石娃回家 他让石娃提前收拾行李 去学校报道 石娃说姐姐要把她接过去照顾 却被爸爸一口拒绝 你姐嫁人了 是人家的人 她已经耽误了女儿一辈子 不可能再去拖累她 你咋有今天 你姐 咋家里人 我想想这样 说啥还不能拖累你姐 爸爸吃力地挪着身子回了家 石娃愣在原地内心五味杂陈 第二天爸爸找到村长想申请吴宝骨 可申请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无儿无女 显然她不符合条件 很快到了开学的日子 可石娃丝毫没有要走的打算 爸爸发现被石娃揉作一团的录取通知书 质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石娃说她不上学了 她要在家里照顾爸爸 爸爸听完勃然大怒 你敢 说着就要扬起拐棍去打石娃 结果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石娃连忙屈服爸爸 爸爸却用尽全力挥动手臂拍打 直到没了力气她嘴里还在念叨 要上学 爸 我养你 我养你 回到屋里爸爸再次转动勺子 一边是石娃的录取通知书 一边是自己 这次勺把转向了爸爸 他决定不再连累石娃 晚上石娃被狗叫声吵醒 开灯一看爸爸不在床上 他顿时大惊 狗在院里对着水井狂叫 石娃知道爸爸跳井了 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一把抱住父亲 拼尽全力把他从井中救出 爸爸摊坐在井边一言不乏 见此情景 石娃只好答应去上学 我去上学 我 爸 不想脱离你 爸 石娃 父子俩伸出手 紧紧握在一起 第二天村长带人找到石娃 大家经过商量决定 共同照顾爸爸 让石娃安心进城念书 可石娃拒绝了大家的好命 他已经拖张老师 在城里租了房子 他要背着爸爸去上学 爸爸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和家具 石娃用架子车 拉着爸爸离开了村子 爸爸什么也没拿 只从墙上摘下那张奥林匹克竞赛冠军的证书 他们再次来到河边 小时候是爸爸背着石娃过河 可现在爸爸老了 石娃走到爸爸身边 他背起爸爸向河对岸走去 正如当年爸爸背起他一样 夕阳的鱼灰下 石娃背着爸爸蹚过人生漫长的河 16岁少年坚毅的眼里 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后来的石娃考上了博士 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 如果你身边有不爱学习的孩子 不妨让他看看石娃的故事 我今天去做了解冠军 我现在去看